那你在培养渔民的过程当中 我跟各位说 你一定有苦难的 请我们弟兄姐妹 不要怕挑战 我们很多的渔民 是站在罪里面 把他救出来的 你要把罪人救出来的时候 你会被玷污 你会被错怪 你会受伤 会有很多这样的光景 所以在整个渔民私宫里面 我是丰主的名 告诉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你要走信心的路 信心的路里面 是舍己的路 所以你舍己 有时候你要冒险 有时候你要承受苦楚 你要承受人的无礼 但是很奇妙的 后来发现 这个苦楚里面 最后生出来的就是渔民的生命 所以保罗最后的话 跟提摩泰说 提摩泰你知道我的志向 我的品行 我的信心 我的爱心 我的忍耐 我所受的是何等的苦楚 何等的逼迫 但是你知道了 你看到了 主在这些里面 搭救我 所以上帝 保罗跟提摩泰 最后的话是讲这个 所以传递给他 所以渔民是借着我们的 不是道理来培养 舍己 舍己之后 他看到了 他得到那个spirit 那个灵 所以你绝对不能骗你的孩子 如果你只有礼拜天 来教会的话 我绝对保证 你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不会礼拜天来教会 他是一个月来一次礼拜天 各位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尤其是末后的时代 吸引人的东西越多了 你要深思 有一些东西 我到下个礼拜到槟城 美国 然后中国 我带着很大的负担 昨天祷告会 我跟我们弟兄姐妹 已经说了 我们的孩子 这个下一个时代的孩子 他们受的 他们受的冲击比我们多 情报懂得比我们多 所以呢 有时候父母多讲几句 我已经懂了 他的耳朵已经关掉了 所以你再讲一些东西 你这个东西已经讲了 第三次第四次 我已经懂了 连你讲第一次听的时候 其实人已经懂的东西啊 就是说装在头脑 但是他没有做的话 就是动不到他的心 对不对 就是他懂你要讲 但是我绝对不会做 是因为我的心不能被动到 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父母都是 好像要讨好孩子 讨好他来来教会 讨好他读书 讨好他 然后讨好不了就发脾气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因为没有灵力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对年轻人 或者培养愚民的事工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时代的神的声音是什么 如果现在是postmodernism 你们懂postmodernism 人家 我们讲postmodernism 人的自觉性 你们相信自己的感觉 胜于一切 I am what I feel 就是这样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就跟你就是这样 这个叫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 豪爽 individual 个人主义 你的感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感受 就好了 现在的人群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你怎么为他们祷告 你一定要讲出 现在人这样的光景的问题 然后让他们那个connect 他们的理性能够connect up的时候 他们的心能够被动到 然后他们懊悔 他们知道神的话在光照他们 所以他们悔改 才会从这样的光景起来 这个时代的声音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变得太快 是一种属灵问题 对不对 但是人不变 总是不变 也是一种属灵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 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了 光景里面的时候 你还在讲几个时代前的信息 没有用 各位听得懂吗 你的话 是整天变 我们父母亲 今天讲这样 明天讲这个是属灵问题 但是呢 孩子啊我跟你讲 你爸爸的年代 是怎样的 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 你也是属灵问题 属灵问题 因为你的年代 我才care你 你的年代 这个不是我的年代 所以你不明白他的心 我跟各位说 你现在把神的话要带出来 实实在在要带出来 要把神的声音带给这个时代 这个就是整个remnant事宫里面 我最后给各位的观念 尬 你 优优独播剧场地下